听着要做幸福小组的关系 自封闭过后 除了每天和姐妹们三乘三的祷告 和每个礼拜一的异地同时祷告外 我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做邀约 首先我打了一篇邀请函 结果十通的LINE里面 我约到了四个朋友 后来又在我表妹的婚礼上 我约到了我的小舅妈 在一个和朋友的餐序中 我邀请到了一位吃过两次饭的朋友 为了经营BEST 我培养出健走运动的习惯 还可以一边走一边说见证 就算他们答应要来幸福小组 我还是不敢怠惰 常常在LINE上关心分享 并且适时地提醒他们 12月24号的时间 千万不能安排其他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重的态度 会影响朋友对这个邀约尊重的程度 在幸福小组运作的每个礼拜 我都会在两天内 PO给他们小组中的照片 和姐妹剪辑的影片 他们都很感动 也会期待下礼拜还要出现在影片中 自第三周开始 我每天早上都会和他们说早安 分享活出美好和心灵蜜豆奶 看到有感动的文章也会分享 但我不会只是转记 我还会写下我的感动 目前幸福小组有五位报名居万营 就有三位是我的BEST 很高兴这次我也回国 可以跟他们一起去上课 且他们已经有四位上受洗班 两个人已于12月31日受洗完成 但我还是不敢松懈 除了积极的邀约主日 在他们上受洗班的时候 我也会为他们准备轻食 也会在外面等他们下课 叮嘱他们每个礼拜二的小组见 为的就是要做到让他们感动 感谢神赐给我最棒的团队 今日的成绩都是姐妹们 同心合一努力的成果 将一切的荣耀送赞 都归给在天上为我行作大事的神 有一个33岁的女生 在我们家附近 因为感情的问题自杀了 那后来又有一个一家四口 因为发生火灾 全家四口都因为这样葬身 火海里面 神将这样的讯息 放在我的心里 放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开始感觉到生命的有限 已经认识神是多大的恩典 于是我开始就祷告 向神祷告说 我想要认识人 认识更多的人 然后可以为主传扬福音 那我就开始带着我一岁九个月的儿子 来到公园玩 那每一次来到公园的时候 我就会大声的宣告 相信神掌权 而且神会让我认识人 甚至跟他们要到联络的方式 以及后续可以保持联系 儿子真的是非常喜乐 他总是牵着对方妈妈的手 对着他们微笑 让我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妈妈们聊天 那甚至跟他们要到联络的方式 想要主要开福音茶会了 我还是往常般的祷告赞美神 因为我知道神在这个当中掌权作王 我开始行动邀请人 我一连发了五十封的简讯 邀请人可以来到这个福音茶会当中 一开始拒绝我的人 我就先把这个人把这样的讯息先摆在旁边 可是拒绝我有回应的 我就开始学习去关心他们 这样子在小区里面的福音茶会 一连就来了七个人 在小组在这个茶会的当中呢 我了解到要让新朋友感动 感动再感动 于是我就拿着小区预备的玫瑰花 还有巴达通 一个一个带着他们祷告 觉知信主 我知道生命的有限 所以连那个姐妹邀请来做香肠的先生 我也不想要错失机会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 我还可以遇到他 在那个当下 我只知道神爱每一个人 我真实的经历到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神的果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是真实的 因为神是测试 神是掌管万有的神 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作词获得 使用创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